大家好,我是深蓝 我们今天做Natasha Denona的新眼影盘 叫Star Palette的试色 这个眼影盘一共是18个颜色 它分两边 一边是冷 这边是暖调 这边是冷调 然后呢,它有四个Crystal Eyeshadows 这个就是,它说的是闪片应该 然后两个Dual Chrome Eyeshadows 三个金属的 还有九个Creamy Matte Eyeshadows 也就是说九个哑光的眼影 Natasha Denona的眼影呢 之前很有名的那个很大的盘子 我有那个冷调的 它里面的金属色是我用过 所有眼影里面质地最好的 但是它的哑光色呢 就表现很一般般 这个盘子里的所有的18个颜色 都是新颜色 并且它的哑光呢 是以新的配方 所以我们今天试色看一下 它的哑光的质地和之前的质地 到底有没有进步 这个亮片的话看起来pigmentation很好 但是这个哑光色好像 嗯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哑光色的pigmentation和金属笔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然后我们来做第三行 好那这是它这个眼影盘的 9个暖色调 顺便提一下 这个眼影盘的设计呢 就是很方便 因为有一些人 他买了这种眼影盘以后 面对很多的颜色 不知道应该怎样搭配 所以它每横着的三个 可以作为一个组合 竖着的三个 或者是斜着这样的三个 都可以作为一个组合 然后画一个眼妆出来 然后我们开始做这个 冷掉的试色 第一行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在试色的时候 这个哑光的颜色 其实是多蘸了一些的 哦 这个颜色好漂亮 第二行 这个亮片摸起来 怎么说呢 它不像汤姆佛尔那种 这个颗粒感很足 感觉就是亮片压起来的 汤姆佛尔的感觉 那个稍微有粘性一点 好 这个就是所有的暖色调 那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 其实是冲着两个颜色买这盘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 可能也很喜欢大家的亮片 所以我把这些 这几个颜色 再给大家单独做一个试色 那这个就是两个红色紫色 还有四个亮片的试色 这两个颜色呢 看起来 就是在视频里看起来 比实际的 要没有那么鲜艳一些 然后这几个亮片呢 怎么说 它的fallout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 你画眼影的时候 可能会掉下来很多的亮片 然后呢 它也不能像 Tom Ford和CT一样 就是你去抹上以后 然后往眼上拍 这个的话 如果要达到这个intensity 而且它不掉的话 可能需要用一些 就是叫做 glitter glue的东西 也就是这些亮片的胶水 但是是在眼睛上的 然后它运染开以后 是这样的 这个盘子有一些 负面的reveal 就是因为这些亮片 但是在欧美的眼影里面 使用这个glitter glue的话 这个practice 并不是很不常见的 好 我刚才去试了一下 这个影盘 那现在的初步印象呢 就是觉得这个盘的 哑光色比以前的确是有提高 以前的哑光质地 在叠加的时候 叠加到一个显色度以后 它就会成块 然后就没有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它虽然有提升 但是 哑光质地 比起vzart来讲的话 还是差距挺大的 那金属质地的话 还是和以前一样好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我现在满脸的亮片 这个亮片如果没有亮片 浇水的话 基本上 尤其是浅色 是无法单独使用的 真的是会弄得到处都是 它不像tomfort和ct的那个亮片一样 是一个top coat 如果你试图把它当作最后的闪片 然后想按在眼妆上的话 就是完全不work 因为特别的干 就是一片一片的 毫无凝聚力 然后最后会把你整个的眼妆 roaring掉 像我现在这只眼的眼妆的话 就是我在 摁了亮片以后 然后发现整个眼妆 就被毁掉了 然后又重新上了颜色 我现在可以看到 视频里它的颜色 并没有实际上看上去鲜艳 那我以后还要多学习一下这个视频的调色 最后呢就是对比一下这个star palette和之前的盘子 之前盘子会比这个稍微大也好 然后颜色上呢基本上没有什么overlapping 这期就是这样 大家记得擦防晒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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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